B02第五章 第三个部分 我们开始来写字 那我们要记得它是长形的 所以它底笔会下在 5号的右边 好 记得要抓一下位置 长形的 但是它底画少 又不能超过15 好 5的右边 不会超过15 直撇 有点像 好 这也不要超过5 所以要提早向左边转 好 这待会往几点走 2点半 对称的字 压下去之后 稍微抬起来 你猜可以控制它往哪里走 向右转 稍微拿起来再勾 好 再来短横是往几点走 大概是2点半 好 先找到这里的中间 上面一点点 一个铅笔性 一个铅笔性 好 这个老师会说中间的下面一个 也是一个或一个多 你也可以找 公平 好 这要写到快靠到旁边 稍微拿起来 上面 忘记稍微拿起来 好 这一笔要写让它这边一样多 这边要写出来的感觉是小小大 好 那就对了 好 接下来这笔大概写在中间左右 中间的左边下笔 但是你大概写中间就可以了 我们要算大概0.5个铅笔性 找到中间 往这边半个铅笔性 好 接下来我们来示范 没格子的 好 我们这个在写字的时候 一定要看 想一下 这个字是属于什么类型的 我们这个部分就是开始分类 所以这边是长型的 如果是月 月亮的月 第一笔会写在哪里 写在大概是8 8号 那现在是用哦 比较胖 它还是在 5号的右边 15号的下面 笔画扫会在15号的下面 特殊例子老师会到时候再另外讲 好 接下来就是笔法的部分 刚才讲的是位置结构 好 接下来 往这边写写写 超过中间 大概两个铅笔性就要停了 超过中间 好 准备停 好 这边会比左边低 稍微拿起来 转弯的时候会稍微拿起来 好 注意看哦 好 老师拿起来的时候还不够尖 应该会尖一点比较好 好 接下来 就是先把 虾笔抓出来啦 中间的上面一个铅笔性 或一个多 好 往两点半走 稍微拿起来 好 这边的距离要一样 所以大概从这里写 稍微拿起来 好 接下来 找到中间左右 向左大概半个铅笔性 压下去 好 这次旋针稍微拿起来 好 那这个字呢 我们就写得有点胖 所以我们虽然说是6.5 你可能写到7 或7.5 那整个字才会瘦的 好 我们示范到这里 好 这次旋针稍微拿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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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